我现在在路上往去机场 我们要飞往去常州太湖湾音乐节了 又回到苏西城这个明亮的地方 去年 今年反正我们经常往苏西城跑 那我们就机场和落地见了 哇 刚落地 刚落地 这个已经开始潮湿起来了 我回来吧 等下来一次呢 演出结束了 演出结束了 出发出发出发 去小吃街 小吃街走一走 哇 无限好的黄昏 今天我们就要去打卡了 某不知名小吃街 是的 你在重庆 就会经常遇到 就是你可能跟车的 就是你可能叫了一辆车 但是它在上边 你在下边 但是导航显示 你在一个地方 因为高度是不一样的 重庆的地方超好 哇 好漂亮的房子 漂亮亮子 也太漂亮了 到了到了 出公鸭东西的那边的 好像听了师傅说 这个上面就长了好多花 这个桥 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花点 那上面是不是能走人 那里好像是能走过去的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冲冲冲冲冲 冲冲冲冲冲 哇 真的好多呀 我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看 人是真的好多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 就是可以不用排队的店 都在排队 大家都在排队 有很多 哇 真的人很多 挑选一点小东西 哦 排带 看 这是香菇吗 还有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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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好厉害 老板我要一个弯杂小面吧 我也要一个弯杂小面 对 然后 再拿一个兔头吧 我没想到这里 除了这个很多的小酥肉 最让我震惊的是这道拍黄瓜 这个跟北京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跟我在任何就是北方城市的味道都不一样 走啦 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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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溜了溜了溜了 溜了溜了溜了 溜了溜了 溜了溜了 溜了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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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着灯火 哟 bt west 真棒 昨天一天结束了 你看 你送我的风景 哈哈 我们像游客一样在观光 哇 这是极流泳镜吗 之类的 看起来很好玩 太吓人了 走了走了走了 7.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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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8 8.8 9.9 9.9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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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束了